对于赵先生有说国民党应该要扩大决策圈 那主席能怎么来看 所谓的扩大决策圈的定义在哪里 这个决策圈的扩大是扩大到什么范围 是你这个中央党部自己内部的这个行政主管是决策圈 还是说中常委是个决策圈 还是中央委员是个决策圈 还是全国党代表大会是个决策圈 那决策圈的定义要弄清楚 我认为很简单的说 多寻一些有志之士的一些见解 多去听听 出示表里面不是有讲一句话吗 所谓的资州善道查纳雅言 多听各方各界的一些建议 但是最后的决策还在于那个党主席的身上 因为他是负最后成败的责任 所以如果你能够听的声音越多 你能够用智慧做出一个最决策最明智的决定 那么你就是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你看看经国贤城当年是怎样 到处跑下乡基层 交民间的朋友 多听民间的话 我觉得这也是属于扩大决策圈的一个范围 最重要就是要多听多想 然后接受人家真正的一个善意的建议 你自己做出最后的智慧的 最有智慧的决策决定 因为最后的崇拜 都要在你党主席的身上 感谢观看